这个人工智能我一直说 它不是用来做一个新东西 它会重塑所有的行业和产品 所以呢 国家提出了 人工智能加 这个加背后可以加很多东西 那我的理点呢 就人工智能做一个负能性的 一个提高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它应该跟很多业务的场景相结合 才有生命力 而不是拿人工智能 光是独立做一个大模型 它是没有意义的 大模型呢 有点像一个发动机 你发动机用在传统带 然后用在电风扇 然后用在汽车里 才会能发个好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 这次提出了人工智能加 就证明国家对人工智能 怎么搞的这个 怎么做的这个策略 已经其实给我们指明了 一个清晰的路线 我们中国的很多工业企业 传统制造业 实际上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直接利用大模型 把自己的知识 把自己的行业的知识 训练企业的产业大模型 或者行业大模型 从而为企业的发展 能提供决策支持